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月儿 天呐 你们给我准备了马卡龙是吗 你们怎么知道我超喜欢吃马卡龙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先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好了 谁呀 皮卡丘 嗨 皮卡丘 你好 皮卡丘 皮卡丘 啊 有人给我写信啊 皮卡丘 我来看一下 谢谢你啊 皮卡丘 月儿 希希 我是小灵 小灵给我写的爱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 像这样跟你写卡片还是第一次呢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你真的很善良 很纯真 很努力 所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Love you 小灵 好一封是Summer写给我的 最近一直在准备论文 应该非常辛苦吧 感觉周末都快没有你的音讯了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的 谢谢你的祝福 我一定会加油的 希望你可以在2017年末过上舒服轻松的日子 生日 and Merry Christmas By the way 请你多多收拾一下你的房间 太脏太乱了 你干嘛要在心里说这种吗 真的好害羞哦 既然他们两个都帮我写信了 今天呢 我也给他们两个写一封信 然后让他们感动一下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的主意啊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 Go 当然 月儿如果写信的话 一定要特别一点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玩具来写信 就是它了 那就跟着月儿一起来写信吧 今天呢 月儿就是要用这个印章甜品店 来给小林还有三门写信哦 大家看 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马卡龙的 怎么样 好可爱 跟真的马卡龙真的差不多 这里呢 还有印尼 有四个颜色 分别是橙色 紫色 蓝色 还有红色 不对 它应该是粉色才对 还有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可以这么打开哦 然后沾上这个印尼之后就可以滚来滚去了 哇 这个画文超可爱的好吗 然后还有这些小小的印章 现在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玩具里面去 首先先把它拿开 打开之后我们先把马卡龙依次地摆进去 这里呢 其实有四个的洞 这四个洞呢 其实可以依次放到这里面来 这四个洞呢 其实可以依次放到这里面来 最后 这里 一 二 三 我要打开了 讲讲 哇 成型吗 这个呢 就可以放我们这些印章了 大家喜欢哪个印章呢 就可以把它拿来用 之后最后两个棒棒糖呢 就可以放到这个里面来 之后呢 其实这里是有一张纸的 我把这张纸 上面有一个塑料 把这个塑料呢 先要撕下来 现在呢 这个上面是有黏度的 我先呢 在上面撕一张卡片 然后可以把它放好 放到这里来 我应该先选一个我自己想要的图案 我要选粉色的这个里面 我看一下是什么 粉色里面好像是一个母生 这个呢 是最上面这一个 大家顺序一定要记清楚哦 大家看这里呢 是有伸出来的地方 可以把它插进去 一号呢 要来沾粉色 然后 压一下 然后 压一下 然后 二号呢 要对准 黄色的 开 沾了末之后呢 要开始在这里 压一下 压一下 我要力气大一点哦 三号 蓝色 蓝色 好 压下去 加油 希望能成功 出来了出来了 大家看 然后可以再装饰一下这个 我准备用一个 这里有个冰激凌 冰激凌的话用紫色的好了 用紫色蘸一下 超美的 一个冰激凌的图案就出来了 这个已经完成了 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爱心怎么样 看一下 爱心就出来了 大家看 第二副画我要用这个棒棒弹来装饰好了 蘸颜色要蘸均匀一下 然后我在这上面画一个横线算了 蘸一点紫色的颜料出来 蝴蝶结一定在上面 好了 月儿的第二副作品也完成了 经过刚才的热身 我现在呢 要准备给他们两个写信了 我还专门去准备了一些 这种小小的贴纸 一会儿呢 就可以贴在上面进行一下装饰 现在呢 我还是先在上面给他们画一幅图好了 现在呢 我要开始给他们写信了 真的我们三个好像是第一次彼此写信 你快吃马卡龙 这也瞒着我 吃马卡龙 没有瞒着你不是教你来了吗 什么味道 不知道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味道 也不是说礼物吧 给你看嘛 嗯 好 你先别吃 我要给你个东西 好害羞 恭喜 你祝贺我啥 恭喜 遇到我了呀 什么 哇 他搞这么多小漂亮的东西哈 嗯 蝴蝶结 Dear 三妹儿 你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小恶魔 鬼知道你有多重要 还好遇见你让我从此如此幸福 还有两个儿子 什么事 我们的优秘和啾啾大伯少多了啊 我真的好想说 迎娶三妹儿的人生真的少分的 二十年 哦 PS 今晚就回家收拾房间 玉儿 大家请看 玉儿的刺激 真的 什么小学生吗 我写字 当然我不是笑各位是小学生 我是说 他都这么大个人了 写字还比较人家 小学生写的好 我好像真的是 我一直听这个评论 听了快几十年吧 你活了几十年 没活几十年 我闪见概念你有几十年了啊 在这一段时间 然后每天晚上回到家 就是有时候晚上来不及吃饭 他就会给我准备晚餐 别说了 晚上又哭了 好吧 那你继续拍拍我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晚上其实叫你来 是有一件事情要让你谈 我笑肯定是在整我 你闭上眼睛 把手伸出来 给他特别忘记了 钱吗 打开吧 你看有多少钱 给我信封钱 信啊 哦好可爱 我给你写了回信 亲爱的小林 日时你真的很幸运 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吐槽 真的很多 一起一起 是你让二货的我 变得没那么 二 真的 我从未想过与你的分离 因为你说你不想跟我离开吗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啊 不过若我写完之后 咱们去吃烤鱼吧 超级香吃 最后一句是真理 最后一句 真的是我俩的心事 爱你一万年 耶 今天呢 月儿就用这个印章甜品店 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小林 还有三妹写了信 其实写信的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 非常有幸能在我有生之年遇到他们两个人 然后真的帮助了很多 特别想说有你们特别特别幸福 爱你们 喜欢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频道哦 而且还要关注我们的微信还有微博公众号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小林玩具终于推出 手机应用APP了 小妖把小豆子 芭比 还有众多小林玩具介绍的玩具带回家吗 各种抽奖活动 粉丝活动 互动 一应俱全 12元末即将上线 一起期待吧 更多详情 请关注小林玩具微信公众号